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的是本节第三个问题 关于睡法的效率与解释 这个问题可以说在近三四年的考题里面就从来没出现过 不是一个什么重要考点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比如说说到睡法的效率从不同的角度 咱们有空间时间和对人的 其中说到这个空间效率 那它就包括哪些是对全国有用的 哪些是对地方有用的 那我们知道我国的睡法是全国上下统一执行的 所以这个效率主要是指着全国的效率 那如果说有地方的 那主要是一些地方税 它的征收管理的一些具体规定 是有地方有规定的权利的 另外就像民族自治区的一些减灭税规定 地方是有权利的 另外呢说到这个时间的效率 咱们可以说是容易在这有选择题 生效失效什么情形 有没有数级力 一会儿有一个表 另外对人的效率呢 那么这个里面所说的人不是我们一般提到的自然人 他应该是一个广义的人 包括呢像法人 也包括呢像自然人 那么对人的效率实际上是一个国家 税收管辖权的体现 那他包括有这三种 一个就是叫做属人 按照纳税人你的属性 如果说你的属性是本国的税收居民 那你来自于境内境外的所得都应该在我们这个居住国来交税 如果说你的属性不是居民是非居民 那你就只就来源于本地的所得 是吧来源于本地的所得来交税 这样呢是属地的原则 你不是本国的税收居民 你也要就来源于本地的本国的所得交税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属地兼属人 两个都用 像我们国家就属于属地兼属人的这个原则的 那也就是说你是属于这个外国的企业 在中国呢注册登记了那你就是属于税收的居民企业了 是中国的税收居民企业 那你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要在我国交税 那假如说你这个外国企业不属于税收的叫居民企业 那他不够居民的标准 没在这注册登记 也没有实际管理机构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在这交税就行 当然这样的属地兼属人的原则 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吧 是他的税收管辖权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税收管辖权 那就会造成跨国纳税人在一个国家 比如说在他本身的居住国是居民了 然后他到境外投资是吧 比如到中国来投资在这注册了 又成中国的税收居民了 这样呢他就会重复征税 所以解决重复征税啊 那它是一个国际税收关系问题 那这样的问题我们会在叫税法二当中啊 有一张国际税收 同时呢在税法二当中的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都会遇到这个居民和非居民的问题 所以税法一对这个问题呢 没有什么更多的考点 而在这个问题里关注的考点就是 时间效率 那为了大家复习方便 我就总结了这么一张表 针对时间效率的生效的方式 有三种 那就是税法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开始生效 一般呢我们这个大的法 像我们人大正式立法的法 一般都是头一年正式的颁布 然后第二年的某一个规定时间实施 因为它要有学习 要有这个宣传这么一个时间 第二个就是通过发布之日起生效 这是最长的生效时间 第三个呢就是授权地方 这不常见 那还有就是失效的这种表现形式 最常见的就是第一种叫做新的出来了 旧的就失效了 第二个就是直接宣布来废纸的 所以每一年咱们总体网站上都会有一些 就是废纸的什么什么好文件 那第三个就是本身这不税就规定了废纸的日期 这很少见 我们只能说一不税里面的某一个政策 比如说税收优惠 但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间 这个可能会有旗旨时间 但它不是一不税法本身的 就自己规定时效时间 好那我们同时还提到的 那就税法有无数级例呢 法律不数级既往 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 同时实体从就程序从心 这些都是跟前面规则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那关于税法的这个解释 那我们还有一个容易有选择题的考点 就是它的法定解释的特点 这个法定解释它本身是属于专属的 那也就是说它不是谁都可以解释了 那它一定是按照解释权 一会我就提到解释权 另外这个法定解释它是具有这个权威性的 它和它要解释的法是有同等的法律效率的 因此呢它是权威的还有呢它就是有针对性的 它解释了一般都是这部法直施过程当中 某一个具体的条文或者某一个具体的事件 然后我们做出了这个后来的解释性的规定 但是它不仅适用于这个条文和具体事件 它是具有叫做普遍性和一般性的 好的那我们在这说到法的解释 那就有两个思路 一个是按解释权划分 一个是按的这个文字划分 其中按解释权划分的这张表 那也是我们在选择题当中容易有命题的 那按解释权划分有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 行政解释这三种 但是呢它各自的这个效率是不太一样的 那作为立法解释 本身就是立法机关做出的立法解释 那谁是立法机关呢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了 是吧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出的是法律的规定 国务院和地方人大 它做出的是叫做法规的规定 都带着法字了 因此呢这样的立法的解释 它肯定是对法的事后解释 同时呢它是可以作为判案的依据的 另外我们还有司法解释 就是咱们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们简称为叫两高 或者说两高联合做出的 这样的税法的解释是司法解释 他们肯定也是可以作为判案的依据的 但是呢我们的税收司法解释 它可以说范围比较窄 因为它仅限于税收的犯罪行为 好那我们说到行政解释 可以说它是在现在的这个税法解释当中 是吧用的最广的 注意它虽然用的最广是吧 它呢原则上不作为判案的依据 不作判案的依据 那就是因为它的解释权 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 是属于这个国务院下属的部门 所以他们做的这个行政解释 原则上是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的 好这就是我们关于解释权的这个划分 那同时在税法解释里面 还有一个按这个就解释的尺度 是吧跟文字有关的 那有的呢就是字面上的不大不小的解释一下 有的呢那就是比字面的范围要缩短了 或者说窄了叫限制性的解释 比如说个人所得税法里面对住所是吧 那你要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肯定是税收居民 什么叫住所啊 这个住所它的解释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所理解的你有没有地方住 它是指的习惯性居住地 所以它比我们这个法当中所规定的 实际上范围是窄了的 所以是限制性解释 另外呢还有这种叫做扩大的解释 是吧扩充性解释 那就是说对税法条文做出了 大于它的文字含义的解释 比如个人所得税法当中啊 对这个劳务啊搞仇啊特许权使用费啊 以及咱们的这个租赁所得是吧 偶然所得等等 它是按次啊按次 当然刚才前面提到的劳务搞仇特许权 它平时预缴是按次 最后呢年终它还是要和那个工资薪金 这四项合在一起按年来算的 不是按次的 但是什么是次 这样呢我们就进行了这个扩充的解释 好这样的问题呢 不是常考内容 但是刚才所提到的一画表 你可以看出来 它里面就容易有考点的地方 所以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你关于税法解释的表述谁是正确的 A 税法的解释不具有针对性 不具有专属性 这个正好跟我们刚才说解释的特点是相反的 都是具有针对性和专属性 C选项检查解释 也就是我们说的司法解释 是吧 他说不作为判案的依据 错了 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它不作为判案的依据吗 错了 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是判案的依据 只有行政解释不是判案的依据 好 那我们最后是递选项 那只能是他对啊 那就是立法解释 通常都是事后的解释 所以咱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递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关于本节的第四个问题 是税法的作用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二十多年的考试命题当中 只有一次考过 所以可以说这个是我们复习当中忽略不计的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还有规范的五个作用 指引 评价 预测强制教育 以及经济的五个作用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本节的最后一个问题 叫做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标题是部门法 但是里面提到了税法和宪法的关系 这个关系可以说非常的确定 那就是税法一定要服从于宪法 因为税法它是依据宪法来这个母法根本法来制定的 所以呢 作为税法它肯定是要服从于宪法的要求 它的地位是低于宪法 那么这样的问题呢 跟我们的标题不太符 而我们标题说的税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这个要作为选择题的考点 看一下 看什么呢 那就是它和其他的部门法之间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 那这样的区别和联系就是我们作为选择题容易有命题的 不过这部分的内容呢 我给大家列了这么一个表 把区别和联系是吧 分别列出来了它的这个点和项 至于说里面的解释 大家可以呢 有兴趣的看一看书 真要是有考点 一般也就是针对这些啊 点和项是吧 来进行考核 所以我们选了几个重要给大家提一下 首先税法和民法 那它从相互联系上来讲 那就是税法借用了民法的概念 比如说什么是这个所有权 是吧 什么是合同 这都是税法 民法的概念 里面说的清楚的很 税法不用再说了 借用了民法的这个规则 借用了民法当中的原则啊 什么合作信赖啊 这个这个公平啊 那这样的都是 他们之间的互相联系 在民法中说清楚了 税法就不用再去说了 另外他们的区别也很明显 那就是它调整的对象是不一样 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 是吧 企业和企业之间 企业和个人之间 个人和个人之间 税法调整的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 另外呢 它这个法律关系的建立 及其调整的事用原则不同 主要你想想 民法它强调的是什么呀 这个平等 等价 有偿 税法呢 它是强制 是无偿 这样的 它的这种调整的 事用原则完全不一样 第三个 调整的程序和手段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了民事纠纷 那我们什么样的这个程序来调整 什么样的手段来调整呢 那就是要么叫做民事纠纷 解决的方法之一 就是仲裁 那方法之二 那就是民事诉讼 那税法要是征纳双方有了 矛盾怎么解决啊 行政复役 行政诉讼 所以它解决的程序和手段是不一样的 好 那关于第二个 税法和行政法的关系 很容易让人混 因为都是属于这个行政机关嘛 所以呢 他们确实是有一些共同的 就是叫联系的 那就是调整的对象就相同 一方面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 另一方面呢 是被管理的社会组织 或者说是个人 那这是一样的 第二个 居领导地位的都是国家 这好理解 第三 都体现国家单方面的意志 不会是和被管理者去协商协调 最后意思表示一致了 才能够达成故事 这不会的 那第四个 是解决争议的程序相同 对于这个 就是政府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那我们都是行政会议 行政诉讼 这两种解决方式 但是税法和行政法 他们的差别也非常的明显 那第一个就是税法 它具有经济分配的性质 在整个税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所贯穿的纳税 那都是要真金白银的 现金从企业流出的 所以它有经济分配的性质 那一般的行政法 怎么会有这样的经济分配呢 第二个就是税法贯穿于 社会再生产的始终 从生产到交换到分配到消费 都有各种税的条件 那行政法不会和社会再生产 有这么密切的关系的 以及税法它是义务性的 而行政法很多都是授权性的 好 这就是他们区别与联系 第三个 那就说一下税法和刑法 他们从联系上有 那就是调整的对象上 有衔接和交叉 如果违反了税法的有关规定了 是吧 那同时呢 它又涉及到违法 是吧 要移交司法部门 所以对象还是一致的 有交叉有闲金 另外呢 就是对税收犯罪的罚刑 是吧 那也就是说 你情节比较轻 没有违法 那按照这个 咱们所说的征管法 按税法 那要是违法了 那当然就按照刑法的规则 好 在司法调查程序上是一致的 另外都具有明显的 国家强制性 至于说区别也很明显 调整的对象 那税法调整的是 征纳双方 那刑法所调整的呢 那就不是 什么征纳双方 而是说 这个 有了这种犯罪行为的 那再有就是 税法属于叫做 义务性的法规 告诉你必须要 怎么怎么做 而刑法呢 规定是 什么是这个 触犯了刑法了 触犯了刑法 应该怎么怎么做 这是属于禁止性的法规 另外 它的法律责任的形式 不一样 是吧 税法承担的法律责任 主要就是行政处罚 那到了刑法那 那就是 刑事责任了 是吧 那里面 涉及到什么 这个限制人身自由啊 还有一些附加刑 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至于说 税法和经济法 这我们教材上也有 这个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看 以及税法和国际法的关系 而我们教材上也有 但是它列出了 是他们更多的这种联系 大家一般了解 因为这个税法和国际法的关系 主要都考在税法二里面 好 针对上述税法和部门法的关系呢 那我们在近三年的考题当中 是出现过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因为是单项选择题 问的是税法和民法的关系 但是它怎么问的呢 哪些是错误的 所以遇到这种叫做否定式提问的时候 你要格外的小心 那就是你别让它给你绕进去了 那A选项 那就是税法调整的手段具有综合性 民法呢 是比较单一的 这个应该是什么呀 是正确的 但是你不能选 因为问的是谁错误 好B选项 税法和民法调整的都是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你想想 税法能调整人身关系吗 没有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错误的 C选项 税法当中经常使用的居民概念 借用了民法的概念 没错啊 居民啊 是吧 公司啊 财产啊 合同啊 这都是民法的概念 没错 好 那最后就是 税法 它借用了民法的原则和规则 这都没错 所以问你谁是错误的 那肯定只能选B选项啊 所以关于税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我想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总结的这张表 就非常直观的看出来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 既有区别 也有联系 所以在整个的第一节当中 我们所介绍的这五个内容 可以说按照重点来讲呢 那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税法的特点 税法的原则 以及税法和部门法的关系 可以说本节就是这三个 非常能够出考点 而且在近三年啊 也是出过考点的重要问题 好 那我们第一节的内容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在联系下的内容 可以说什么 耶 很有意思 可以说